嗨,这里是小龙猫频道,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环境污染到生不出宝宝的电影,世界奇妙物语之面具。 影片开始,和尚哥看到一个奇怪的人把自己的脸声波了下来,然后就消失不见了,吓得他连忙跑回去找住持。 住持听后诡异的一笑,将自己的脸也撕了下来。 镜头一转,原来是和尚哥和一群小朋友讲鬼故事呢。 当小朋友走出寺庙的时候,一个小萝莉慌张地说自己的脸也要掉下来了,吓得其他小朋友多不敢动弹。 这时小萝莉又说自己是开玩笑的。 隔天小花发现小萝莉果真没有来学校,老师却说小萝莉转学了。 晚上回家后,小花回想起面具的事情,她轻轻扭动了一下自己的脸,居然真的听到了咔嚓的声音,吓得她脸色苍白。 晚上睡觉时,小花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,一个怪大叔拿着刀想把她的脸刮下来。 小花吓得闭上眼睛尖叫,这一才发现原来是小花在做噩梦。 隔天家里真的来了一位客人,就是小花梦里的怪大叔,他拿着刀将小花的面具刮了下来,进行了一番修补才装回去。 原来小花是个机器人,大叔告诉小花的妈妈,脸上发出咔嚓声是因为脸部零件的松动。 原来在未来啊,会因为环境的严重污染,大部分的夫妻都会生不出小孩,只能靠抚养机器人来维持生活。 没多久,正在说话的爸爸脑袋上也冒出了火花,原来爸爸也是机器人。 妈妈看了眼只是摇了摇头,带着房租面具出阳台收衣服去了。 影片的结尾,小花和几个小伙伴开心地去上学了,抬头看时却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。 好了,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 小龙包想说,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请大家不要忘记了保护环境。 我是小龙包,想后一起研究电影吗?那就来关注我。